广告美国大约有600万华人,除了从台湾、香港与东南亚移民来美的华人,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约500万,其中使用微信的华人约1.0万,反对禁用微信的华人估计有70万,反对禁止中共党员来美。 与反对禁用微信大致是同一群人。美中交恶,大多数大陆华人在观望。一部分华人支持美国,而这群人反对禁用微信和反对禁止中共党员。 来美国的华人则选择站在中共一边。中国社交软件微信,的确给美国华人与国内亲友联系带来方便。 但微信与美国的几个社交软件的不同,之处是,其加密功能仅限于用户与服务器之间,用户发出的信息在服。 误器上是解码的,也就是说微信的服务器完全知道用户之间的通讯内。 容,这就使得微信成了中共当局监控微信使用者的工具,它不但监控。 国内民众的言论,而且将监控的范围延伸到海外用户,国内民众稍有。 不为当局所容许的言论,就要被取消账号、封群,甚至被喝茶、逮捕。 入狱,国外华人也一样,他们把国外真实信息传送给国内会被屏蔽。 回国可能被逮捕,在国内的亲人也要受迫害。 微信和抖音是为中共服务迫害自由和人权的作恶软件,美国禁止使用,正式保护了华人的自由和人权。 中国封闭了美国所有社交软件,这群华人不抗议,偏偏,抗议美国禁用中国的作恶软件。 禁止中共党员来美,则是为了保护美。 国的国家安全,不受中共这个邪恶政党的侵害。 拥有14亿党员的中,共,是百年前游荡在欧洲的那个幽灵的附体,它等同上个世纪三、四年代的德国法西斯,当今的伊斯兰极端主义,是祸害人类的邪灵。 美,国近20年来深受中共的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意识形态的侵害。 如今,中共又将中国新冠病毒散播全世界,已经杀死十多万美国人,病死的。 美国经济停顿,三千多万美国人失业。 美国早有禁止共产党员移。 明和限制共产党员入境的法规,禁止中共党员入境不是与14亿中国人为敌。 恰恰是把中国人与中共区分,美国虽然做不到限制所有中共党员入境,至少可以做到限制中共的官员入境。 这些中共官员无一步是贪官、酷利、人权迫害者。 他们把巨额贪款转移到美国,由他们移。 民美国的妻儿掌管享用。 华人反对美国禁止中共党员和他们的家人来。 美,保护的正是中共的贪官、酷利和人权侵害者。 经中共多年洗脑。 美国的所谓爱国华人,心中都有一个魔鬼,那就是中共、美中交恶。 这群华人心中的魔鬼便被激活。 他们选择站在中共一边,反对美国与 中共打贸易战,为中国新冠病毒侵害美国欢呼,现在又反对美国禁用。 微信、抖音,反对禁止中共党员和他们的家属入境美国。 这群华人生 活在美国,享受民主自由人权,却支持极权专制的中共,他们是美国。 华人中精神上的低端人口,如今美中决战在极,西方民主国家与美国 站在一起,同仇敌忾,中共不苏联后尘崩溃消亡的日子不远了。 美国的爱国华人此时应认清世界大势,驱除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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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